为提倡正当的休闲体育活动 并增加部落族人的联谊交流 仁爱中正村村办公室 特地炙丑经费举办篮球比赛 将近60位年轻人组队参与相当踊跃 由于一直没有合适的场地 只能整向学校做租建 所以地方上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协助篮球场兴建 让原住民子弟在球类的竞赛上 能够有发光发热的机会 场上的选手卖力奔跑 大家以球会友 乐在其中 由于部落年轻人大多在外读书及工作 平日邻居不易 甚至节日 村办公室特别举办篮球比赛 吸引了近60位青年学子组队参赛 让战况是更加激烈 平常就是校队 打篮球就是校队 就一起认识部落的一些年轻人 就聚在一起 平常就喜欢打篮球 就可以促进社会的那些篮球风气 还有一些有以前的那些朋友回来 就可以一起 就是续旧 应该算续旧 篮球项目 一向是仁爱相醉风情的运动 看到参与人数如此多 显见大家对于篮球运动的重视 这次也提供交流平台 凝聚年轻人的情谊与向心力 那这次的球赛除了有一些我们的 有一些代表长官大理之外 那本上就是部落里面年轻人 直发性的来捐这次的活动的清费 大概60个人就聚集在这里 所以我想这个活动 有这样的一个发起之后 我想说能够给一个年轻人 一个很好的活动 这个舞台这样的 比赛采取双淘汰制 由于部落民众自行募款所推动 此次议员廖志诚 也大力赞助比赛经费 支持活动的举办 希望借由比赛 让篮球运动风气往下榨根 我当全民就去参与运动 人家说我就是要运动 身体才能用 我感觉对社区对学校 都是很好的 很正向的这个活动 就大家来鼓励和肯定 原住民是爱好运动的民族 特别的是篮球又是仁爱的香球 表现也相当出色 但长期没有适合的场地 只能跟学校租借相当可惜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协助部落新建篮球场 借此全力推广 以配与优秀运动人才